非常多滑福 迎接龙年 以西装和礼服盛装登场的 严路书会十多位书法名家们 一起辉豪 写下不同字体的龙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与严路书会 合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已经连续第七年 今年更特别结合 玛丽名媛贵妇礼服名店 共襄盛举 让辉豪活动宛如一场 时尚的书法盛宴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 邀请严路书会的 名家老师到现场辉豪 帮大家写春联跟吉祥话 至今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每一年参与的贵宾来宾 还有道店的旅客 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活动 老师们也都很乐意 结合生肖的图像跟文字 为民众献上祝福之语 所以民众是都可以索取的 这七年来 我们就是每逢农历过年前 我们就会举办写春联的活动 那每天一位老师来现场 那个值班写写春联 那今年是因为合作第七年 那七这个字是代表 不管是在我们中国还是西洋 就是中华文化或者西洋文化 它所属于的就是一个 周而复始的变动数字 所以今年就特别的慎重的 一个做一个开幕 所以我们今年是 以礼服趴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幕 在这场名家辉豪的活动中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也邀请艾萨乐团 演奏萨克斯风 让现场的气氛喜气洋洋 包括市议员吴华家等贵宾 都到场支持一文饗宴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表示 即日起至2月7号 来住宿或是用餐的民众 就能获赠龙年春联 并有机会跟书法名家请益观摩 借由一文活动 将今龙年的喜气分享传递出去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